988新闻线 就是一到报税季就会 三月的时候 马上报 然后马上就可以拿到退款的那种 还是你是像我一样 抓着deadline的尾巴的那种呢 但是要提醒大家了 4月30号 就是电子报税 个人申报的部分 的截止日期就到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哈 当然我们的988呢 也是会有全天后播放 这个报税的小贴士 有事务专家蔡兆元跟你聊聊的 也可以全天后守着988就对了 有一个调查发现 假如缺乏职业发展机会 有一半的员工考虑要跳槽 消息说EPF第三户头 占10%的缴纳额 或许就会在下个月启动了 大学生成名网赌欠债 然后卖惨要筹募学费 就骗了好心人 大约10万令吉 街场的枪击嫌犯 持有四张不同的身份证 而且他要潜逃到国外 但是失败了 昨天已经被逮捕了 是的 今天的新闻线依然是要跟你继续聊 KLIA的枪击案的进展 那38岁的男子哈飞祖 是在前天凌晨的时候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向他的妻子连开两枪 一发打不中 那还有一发子弹呢 是打伤了妻子的私人保镖 之后他就潜逃 最终呢 嫌犯在昨天下午 在吉兰丹的哥打巴鲁 成功被警方逮捕的 五级案案刑事调查局总监苏海利 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明了整个案件的细节 他说嫌犯是在前往哥打巴鲁的一家专科医院的时候 落网 那根据了解 嫌犯是在犯案之前就已经在这所医院进行一个体检 然后昨天呢 他到这所医院是为了拿体检报告 就是在潜逃的这个情况之下 还不忘他的报告 对对对 为什么要拿这个报告呢 其实苏海利有说了 嫌犯因为经常出国 尤其是到沙地阿拉伯 所以呢 他们在调查说 到底嫌犯拿这个报告 是不是因为要再次出国申请这个签证了 所以也没有这么笨了 其实是有这个原因的 那苏海利其实也有猜测 嫌犯是准备从吉兰丹跨境到泰国 然后呢 再由泰国潜逃到卖家 这个推断呢 是基于嫌犯身上有一笔 就是泰国跟沙地阿拉伯的货币现金 所以就是潜逃他的这个计划 整个plan应该是这样子的 而警方除了期货外币呢 也在嫌犯的车内搜出一把手枪 然后有33枚的子弹 一包的炮竹 还有6部手机 一本护照 还有4张他人的身份证 苏海利就说 嫌犯虽然在雪龙区长大 但是呢 因为他曾经在吉兰丹的一所宗教学校学习 所以呢 他就算逃到吉兰丹 他对当地也是相当熟悉的 是 其实呢 他还有提到哦 嫌犯在犯案逃离这个机场之后呢 他就改用这个假车牌了 然后呢 一路开车 从吉隆坡开到哥达巴鲁 也没有再和其他人的联系 之后呢 嫌犯又在以其他人的身份证件 登记入住哥达巴鲁的酒店 所以呢 他的身份呢 才没有第一时间被人家察觉的 而刚提到嘛 警方是起货了四张不同的身份证 他用的就是其中一张身份证 登记入住酒店的 同时苏海利还说 犯案者的优势之中 就只有他一个人 警方是没有发现其他同伙的 因为嫌犯在犯案之后 他开的车 依然是原本的那一架本田的轿车 只是他换了车牌的号码 所以警方就认为呢 嫌犯是在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帮助之下 独自行动 他也相信嫌犯所使用的枪线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邻国非法获得 但是但是这个部分还是要进一步调查 包括枪支到底是怎么进入我国的呢 毕竟在我国是不能用枪的 是是是 当然这个嫌犯 他的行为是相当的张狂 因为直接去到机场那边枪杀他的妻子嘛 但是苏海利有说 警方在审问嫌犯的时候 有发现嫌犯其实是一个正常人来的 也就是他好像没有什么精神状况了哈 他也说呢 警方目前的调查发现 嫌犯开枪的意图 射杀妻子的主要动机 就是夫妻俩之间的私人恩怨 目前还没有发现到其他的动机的 那说到这名嫌犯 就是苏菲 哈菲祖呢 他其实今天一早就被警方押往 吉兰丹 哥打巴鲁推示亭 以申请延长扣留 那推示是批准延长扣留7天 今天开始 一直到下个星期一4月22号 以便接受警方的调查 而警方是把这个案件呢 列为谋杀未遂来处理 并且援引军火法令当中 非法持有军火 无证持有军火 以及陆路交通法令的 盗用车牌等等 这些条例来调查这个案件 那看到嫌犯这个哈菲祖呢 他在被押往推示亭的时候 媒体形容了 他的整个表情是非常平静的 而且他还跟媒体打招呼 他就告诉媒体说他会配合警方的调查 在嫌犯离开法庭的时候 他还说他需要7名的代表律师这么多 好了不管怎样呢 警方是在获得了推示的延长扣留的批准之后 今天下午警方就呼动了飞行部队 使用小型的飞机 把嫌犯从吉兰丹带回到雪兰娥的警察总部 这里进行调查的 警方呢为了确保押送的过程可以顺利 还派出了4辆的警用重型摩托负责开路 然后呢还有3辆再有12名的鹤枪实弹的特警 来协助押送嫌犯到警局 就是要确保一切顺利 那此外呢 武杰安曼的刑事调查部的总监苏海利 还有雪州刑事调查主任巴哈鲁丁 也都在现场负责监督工作 当然发生了这起案件之后 毕竟它是发生在我国的KLIA 然后最近可能又有很多朋友会趁着假期出国 它的这个出入境的人数非常的多 就加剧了民众对于机场安全的担忧 对此交通部长陆正福就说 政府呢还没有讨论要在所有的机场 安装金属探测器 不过大马皇家警察国家安全理事会 以及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呢 就会赶快的去有一个讨论 以便改善和加强国际 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全问题 而目前在大马机场除了说 有警察驻守在这个机场那一边 然后机场的营运商本身也有他们的辅警 就是航空安全这个AVSEC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是就希望呢机场的安全可以加强了 让大家可以出游的时候都可以放心的 社区牵线 哎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哈 你不知道出现的人会不会是要枪杀你的人 或者是出现的人会不会是骗子啊 即便是善心人士也要注意啊 不要滥用你的善心 因为呢可能会遭骗的诈骗者有可能是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则新闻呢 诈骗者就是大学生 有一名大学生啊 从去年开始就不停的向善心人士骗学费 他博取同情的方式就是半可怜说 他自己没有能力交学费呀 可能会被踢出学校 然后家里有一个残疾的父亲 然后母亲的收入很低 是一个小贩等等很多的借口 那全国呢至少有七个慈善团体还有多名的社会人士 包括董事长校长老师等等都曾经帮助过对方 哇这么多 对让这个大学生呢成功骗取了估计超过十万令吉的 但是大学生的恶行被揭发之后 当然很多人也愿意给他机会改过自新嘛 所以他在去年12月31号的时候呢 也曾经在一名警官的面前写 毁过书保证不会再犯了 大学生是说自己是因为接触了网络赌博书前 才会蒙起诈骗还债的这个念头的 那你以为这个故事就叫温馨的结局吗 没有 因为这名大学生竟然呢就是顾忌重拾了 他今年哈又有好几名的人士跟团体又被他骗了 而且就让那些曾经帮这名大学生求情 就是要求放过这些大学生的其中一个人叫做翁协文 他人无可忍了 他今天就召开记者会痛斥这名大学生 无药可救啊 也呼吁各界要小心捐款 他就说善心组织或是团体在捐款之前的 一定一定要去进行加访 就是确认那个情况是不是真的 同时也要向校方去查证求助者的学费状况 以避免这样的歪风继续 导致社会热心人士呢 原本行善结果变成在做坏事 他也呼吁受害的人士跟慈善团体 请一定要报警 让警方介入去调查 才能够就这一名大学生的前途 而且我也担心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前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了 会不会真的影响到真正需要的人 对呀 所以但是我觉得啦 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 即便你是要捐款还是你是善心人士 也是要再三确认你才可以做这种善心的事情 就好像政府可能在做出一些决定之前 会不会有就是做一些各种各种的讨论 所以可能有需要拖一些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收到了这样子的相关消息 收到EPF第三户头预料 下个月就会落实了 你会不会提领呢 如果你是会提领 就是多了这个可以弹性应对的钱嘛 就点哈哈 如果你是不会提领 因为这个EPF本来就是为退休做准备的钱 就点哇 两个前相欢迎你告诉我们 当然这只是一个消息 雇员攻击金EPF的第三户头就要登场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所期待的 那新海峡时报有消息是说 第三户头会从五月份开始缴纳 很快 但是下个月 对下个月就是了 但是第一和第二户头内的现有的资金会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第三户头会从零的余额开始算起 之后呢就会从会员每每一个月的EPF缴纳额的10%开始累积 让会员随时可以在第三户头的时候提款应急的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第三户头按照这个消息了 他不是从你现有的EPF存款当中拨一笔出来 而是从下个月开始呢 你的EPF缴纳的时候再拨10%加入这个户头这样子 那不管将有关第三户头的细节呢 我们还是要等当局有一个官方的宣布 而我们看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会员每个月缴纳EPF 70%就会存入Account1第一户头 这笔钱大家都知道嘛 是退休之后才可以动用的 而另外30%就是存入第二户头Account2 这个就是用于像支付教育啊 医疗啊还有房屋费用 还有在50岁的时候你可以一次性的提取部分 但是消息就说重组之后呢 每个月的公积金缴纳额就会分成三份了 首先第一户头的缴纳额会变成75% 然后呢第二户头会变成15% 而另外的10%像刚刚说的就会存入第三户头 不过这个消息也提到了哈 公积金局呢就会允许会员从第三户头的存款呢 转入第一跟第二 以便你可以最大化的存款收益 就是还可能会有一些选项让你自由选择 这也是一个消息了 真正要确认的话还要等下个星期 那对此呢 莫玛拉银行的首席经济分析师 莫哈默阿法兹尼战士认为 为了让会员可以从第三户头那边提款 公积金局可能是需要再改变投资组合 以保留高流动性的资产 不过呢高流动性资产往往的回报就比较低了 他认为这些是公积金局和会员 都要权衡的 那经济学者杰菲里维莲斯也认为 将第一户头的配额提高到80%会更好 因为根据了消息所说的是75% 他觉得提高到更高是更好的 可以确保这个人民的储蓄是有更多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就也是朋友好奇了 所以这个第三户头如果不要的话可以吗 他是不是强制落实 就是强制的逼我一定要有这个第三户头呢 那这个部分暂时是还没有官方宣布 但是经济学家李星玉就认为呢 EPF不应该把第三户头变成强势性的政策 而是让会员们自由的去选择 是不是要开第三户头 然后把钱存入这里 因为相信呢这个户头 他的这个利息是会比第一跟第二户头低的 他也说到毕竟有一些会员 就会觉得自己不需要第三户头 我本来就没有要把这个未来钱拿来用 因为EPF的存款就是拿来退休的时候用的 是是是这即便是开第三户头的话呢 他也是让你可以随时拿来提款用的 那到底不懂这一个政策会不会影响到大家了 当然一定会影响到EPF的会员了 而员工们看到有一个东西呢 是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前景 而决定要留还是不要留的 到底是什么呢 大马任时达工作监控的调查显示 我国是有一半的员工说 如果他们目前的工作是缺乏职业发展机会 他们考虑跳槽 那同时呢 也有相同比例的员工呢 是担心工作保障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在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之下 那59%的Zack世代 就是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人 和57%的千禧世代 1980年到1990年的人呢 是更为担心这个情况的 值得注意的是 43%的Zack世代的员工呢 他们会考虑 就是这些工作呢 有没有让他们有这个技能提升的机会 就是让你有一些 可能培训课啊之类的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是会想要离开哦 而只有15%的婴儿潮 就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 他们会这么做 所以你看不同世代的 就有不同的想法 对此任世代的这个总监法哈德 他就表示 虽然大马人渴望获得更高的薪水 还有更高的职位 谁不想啊 但是他们呢 也希望可以找到 可以提供良好工作体验的雇主 当然雇主要留住 员工的话呢 可能就要听听这些心声了 不过目前的情况就是 令吉的汇率相当的疲弱 再加上大马的经济状况不好 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人 可能跳槽就是为了到新加坡找工作了 新加坡招聘公司 拿来Employment透露 波电到该公司热线求职的马来西亚人 增加了至少50% 那么多的 那另一家公司 Cultiver也透露 过去三个月的招聘广告吸引到的 马来西亚籍求职者 也增加了30% 那这些公司都认为 马来西亚人宁可到 新加坡从事相同的工作 赚取至少多两倍的薪水啊 这里可能在做着一样的东西 但换个环境薪水是翻倍的 是 啊 OK 那如果说马来西亚的电动车领域 如果有一天更加普及化了 会不会说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然后就会吸引这些马来西亚人才 就不要去其他地方 我们留在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前景 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交通部长陆正福就说呢 交通部预计这个月内 或是下个月初 就会公布电动车EV的 陆税价 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发展部也会去制定 电动车空电站的指南跟程序 而政府也希望呢 到了明年国内可以有至少 一万家的充电站 哎 如果是这样 可能以后充电站 它就会跟加油站一样普遍 是是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 未来发展计划 就是要让电动车更普及嘛 而国内呢 现在除了有电动车 看到哎 也有跨境的电动巴士服务了 每天再送月低足 往返马兴两国 而这项服务已经成功列入 马来西亚记录大全 因为是第一架的跨境的电动巴士嘛 电动车嘛 那汉达英达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 经理林汉仲氏透露 该公司投入了八千万令吉 来购买六十辆的电动巴士 也在该公司位于柔伯州的车站 建立了充电站 实现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跨境营运中 可以推进对生态更友善的大众运输工具 而顺应着这波趋势呢 柔伯州政府也向中央政府提成的 新建制轨电车ART的计划书 柔伯州户大臣温哈菲斯就透露呢 因为马兴捷运呢 会在2026年启用嘛 所以预计每个小时的这个载客量 会达到一万人 那到时你看 没有进行这个交通规划的话 新山的这个拥堵情况 本来已经很糟糕了 就变得更加糟糕 所以他就提到这个提议呢 已经获得了国家元首苏戴伊布拉辛陛下 跟柔伯摄政王东顾伊斯迈批准 所以希望说很快就可以实行了 是因为三十问题实在是太头痛了 那来到这个问题 你报税了吗 不知道你头痛吗 已经四月中了 记得报税呀 当然也包括你要整理你的发票 而明年开始呢 就会落实电子发票了 内陆税收局发布的电子发票 特别指南2.1是产名 从明年7月1号开始 一旦这个电子发票 e-invoice的制度正式全面落实 即便是在路边摊 卖蛋糕的小贩 也要开电子发票 以便可以给内陆税收局那边去验证的 那根据新州日报的独家报道 在电子发票的系统分阶段进行的期间 小贩当然还是可以发出手写的收据 不过在这个措施全面落实之后 小贩必须要为他每一笔的销售 开出的单都要发出电子发票了 那电子发票呢 是会分阶段进行了 每年收入或是年营业额 1亿令吉或以上的纳税人今年8月1号就开始了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年收入或年营业额2500万到1亿令吉的纳税人 就是明年1月1号 而到了7月1号 就是拓展到所有的纳税人全面落实了 至于8月1号起呢 在大马收取来自海外的所有收入 也必须开电子发票作为一个收入证明 以便用于报税的用途 税务专家孔令龙就解释 海外收入呢 也被称为境外收入 意思就是不是在本地产生的收入 那海外收入呢 它不会出现双重课税 如果在海外已经缴税 你有证据的话呢 那么大马税务局就会给予回扣 就是double tax deduction 是的 好了聊到钱的话呢 今天有个榜单出炉是跟钱有关的 他们的钱真的很令人羡慕的 那最新的福布斯大马富豪榜出炉了 那尽管看到现在的令吉持续贬值 但是马股上涨9%的推动之下呢 我国最富有的50名富豪的净资产 依然是上涨2% 达到830亿美元 大约是3995令吉的 9亿令吉 3995亿令吉 多少个零 那其中呢 在去年10月已经迎来100岁生日的郭鹤年 他依然是我国首富 他的资产呢 551亿令吉 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年长的亿万富翁之一了 排名第二就是风龙银行创办人郭令燦 财富是421亿令吉 几乎都是这两位 那至于呢 已故郑鸿彪的儿女们呢 在继承了大众银行的股权之后 家族身家是略有上升 以大约258亿令吉排在 第三大富豪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 2024年的富豪榜中 财富增幅最惊人的 就是掌管着洋中理机构YTL的 杨素斌家族了 他们的家族总财富一共增加了两倍之多 达到了225亿令吉 那杨素斌家族呢 也从去年的排名第14位的位置 跳到了现在的第7名了 这大笔的钱我只有羡慕的分 我关注的是我自己的钱 乖乖的看我们EPF有多少钱吧 那EPF第三户头预料下个月就落实 你到底会不会提领呢 79%的朋友都不会提领 因为说这是为了退休准备的钱 而21%的朋友是会提领的 因为多了可以弹性应用的钱 当然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重申一次 这个只是消息啦 当局那边始终没有一个官方的宣布 我们就静待官宣 而且我们在现在我的底子下 看到有人说 我还没有第三户头 各位第三户头还没 不要紧张 我们下个月如果真的是政府宣布的话 就会给你更多的详情啦 感谢你收听九爸爸新闻线 我是舒婷 我是西甲新瑞 明天再聊咯